本身是民眷聯成員的大律師馬恩國 早前就倡議定立反港獨法 他今早出席電台節目時就補充 提議立法是因為現時的港獨槍決 他更加認為 如果有人提出港獨的言論並且有暴力行為 警方就應作出拘捕 馬恩國又指出 任何人都不可以以佔中抗衡中央全面管治權 以達到自治 另一方面 全國政協委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張華峰也都認為 香港最近出現了不少港獨的言論 相信中央不希望香港回歸之後有這樣的情形 他認為 每一個國家、地方都應該限制分化國家的行為 23條應該立法 但內容及時間要再斟酌